大家好,我是福小将军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五个笑话 第一个笑话 这天早晨,我问爸爸 爸爸,怎么是你做早餐呢? 妈妈生病了吗? 爸爸答道 宝贝,今天是母亲节呀 我很好奇地想到说 哟,那其他日子都是父亲节吗? 第二个笑话 爸爸,你小时候怕打针吗?我问 爸爸慢慢地对我说 其实啊,爸爸可牛啊 爸爸小时候打针一声不吭 眼睛不眨一下 是真的吗? 我一下子就跑到楼上找奶奶去问 奶奶是真的吗? 奶奶笑眯眯地说 当然是真的啦 你爸爸小时候啊 一看到针的时候 他就晕过去了 第三个笑话 一天我心情不好 我爸爸看到了说 心情不好 走去吃火锅 我很高兴 耶 然后我爸爸说 心情好了吗? 我点点头 然后我爸爸就扭头去睡觉去了 来说一个吃东西的小伙伴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 说柿子不能跟海鲜一起吃 我就告诉妈妈了 第二天妈妈给我买了一大袋柿子 然后我就看见我妈和我爸 两人去吃海鲜去了 笑话说完了 祝我的爸爸和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我是傅家将军 我们下回再见 咸匝煮 咸匝 Java